台南仁德區強降雨 路面淹水居然淹成瀑布 早上6點多 機場路495項 民眾趕上班 看見馬路淹水 雖淹半個輪胎高 想強行通過 卻插點被衝走 還好熱心民眾幫忙拉車 水流湍急變成溪流 原本馬路長這樣 但一場強雨 瞬間變成瀑布 讓民眾大喊 實在很離譜 肯定危險啊 為什麼 啊 早上摩托車就差一點被衝下去啊 什麼啊 同學怎麼過來啊 過去就被衝火啊 疑似大排水溝塞住 強降雨讓水溝排水附和布料 溢出來淹到馬路上 另外安南區的社區民宅 出入口也拉起封鎖線 因為裡面已經汪洋一片 心情就不爽啊 要怎樣 這裡光源來噴 放一下噴就走了 都說要解決啦 沒辦法有解決 飲料就拿 退料就飲 飲料就拿這樣 只要下大雨就淹水 讓問題拖了四五年還是沒解決 讓住戶超火大 機車變成水上摩托車 汽車變成兩棲戰車 真的很無奈 高雄雁朝八樂園也幾乎泡水 雨水把快收成的八樂打爛 兩成五的八樂變成爛過 西南汽流帶來淹水災情 馬路淹塵瀑布 市區馬路變河流 還波及過緣 損失慘重 就要來觀張 台南報道